王先生当时赶紧查看了 喵街上的订单 还把查看过程用手机录了屏 视频显示 当时他在合肥银泰中心下了两单 买了两条赏木牌男裤 王先生介绍 两条裤子款式一样 尺码不同 所以下了两单 订单显示 每条裤子价格是45813元 活动优惠后 每条实付41230亿元 王先生点开其中一个订单后 显示价格是45813元 预估到手价是41231.7元 再往下翻看商品详情 拉到最下面 发现裤子上的合格证显示 吊牌价是21800元 怎么下次他们打 对 所以说但是我挺磨的嘛 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还怕自己是不是哪里看到 他们是不是有买一双一种 这样的 我当时我翻了之后呢 的的确确没有 过了好一会儿 我又有一个电话打过来 当时打过来呢 他跟我说 我拍了那个链接 他说4个套餐 目前再点开其中一个订单 发现订单价已经变成了21800元起 往下看商品详情 吊牌价还是21800元 但这款裤子已经下架 无法加入购物车 也无法购买 王先生住在杭州 城西银泰附近 记得陪他赶到了这家商场 求证 这款裤子的价格到底是多少 王先生在通话记录里找到了 合肥打来的固定电话 拨过去后 发现是合肥银泰中心 赏勿专柜的 这是因为是我们就是618 然后又赶在父亲节期间 做的一个套餐 然后我们是让商场 帮我们上的一个链接 那就很奇怪了 我当时买的时候 上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套餐 之类的这种这种字样 对对对 是的 因为商场这边也跟我们说了 是因为他这边后台上的时候 工作人员存在失误 就是把那个 就是上面那个字没有打上去 谁的失误 那这是谁的失误呢 这个是商场的 赏勿专柜工作人员的说法是 商场方面上链接时失误了 只改了价格 没有把单条裤子的信息 改成套餐的图片和文字 记者也跟对方进行了沟通 小姑娘我想问一下 那你那个套餐是包括什么东西 两条领带 然后那个两条腰带 然后两条裤子 因为正好是双方父亲嘛 就是岳父 还有自己这边的爸爸 送两个爸爸的意思是吧 对对对是的 对所以他做的一个活动套餐假 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一开始 你们给我们的解释是买一送一呢 没有可能是因为他这边 另外一个同事新来的 不太理解什么情况 然后当时也是早上 好像是早上9点多 给您这边打了电话吧 现在这个扣子怎么下架了 618活动结束了呀 我们这个是618期间 持续的一个套餐 大概已经销出去了几单 那这边是我们这边的 我这个是属于 隐私不能跟你说 不好意思 王先生又联系了 瞄接APP的客服 把订单号和遇到的问题 反映给了对方 一条裤子标价是4万多 然后那个商品详情里面 赫然写的挂牌是 挂牌就要是2万多 这个东西你们选择发现不了吗 订单上一条裤子的价格是4万多 但实际吊牌价只要2万多 对此 赏牧专柜的解释是 商场在上链接时搞错了 瞄接客服的说法是 链接是门店自己上架的 不是瞄接后台上架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王先生接到了一条短信 内容是 先生您好 我这边是合肥银泰中心 赏勿专柜 关于早上 您在瞄接拍的两个订单 我们这边要安排发货 快递小哥会在17点前取货 您购买的父亲节套餐活动 已打包好 尺码就按时拍发货 一单套餐包含 两条裤子 一条皮带 一个领带 王先生说 当时自己还没搞清楚状况 对方就直接发货了 物流信息显示 王先生在6月20号下单 当天顺丰从合肥取件 21号就送到了杭州 等于说强制性给我发货了 然后货它现在是已经寄出了 但是我这个情况 我觉得换成谁 谁也不敢签收 货到了吗 货到了 但我让那个放在分槽柜了 我不敢猜的 我都不知道它是 实际上东西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更加 你买了只是一条裤子 我买了只是一条裤子 结果他说你买的是套餐 对 电话沟通中 合肥银泰中心赏勿专柜的工作人员说 一个套餐包括两条领带 两条腰带和两条裤子 刚好送两位爸爸 可短信中又说 一单套餐包括两条裤子 一条皮带 一条领带 皮带和领带 各少了一条 对方说法不一 王先生更担心了 于是请记者拍摄了 他取包裹的全过程 王先生从风潮柜 取出一个纸箱子 打开一看 一共有四条裤子 四条领带和四条皮带 显然 对方把两个订单 按一个包裹发货了 裤子吊牌价是21800元 皮带吊牌价是1180元 领带吊牌价是598元 那小伙子 你这个下的两单 一共是花了多少钱 两单共是差不多8500左右 那我相信呢 如果按照他的吊牌价的话 加起来总共是94314 那这个似乎显示你也没亏 你怎么想 如果说我知道他这一条裤子的吊牌价 只是只需要21800的话 我没必要买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不是我要买的东西 他只不过硬性的说给我骗了这些东西 凑到这个价格 我是哪怕是多出来一点点 我也是不接受的 王先生指出订单价是吊牌价的两倍左右 对方一开始解释是买一送一 后来又改口说是套餐 但套餐到底包括哪些东西 对方的说法也不一致 他认为这中间或许有问题 吊牌价2万多 我觉得这个品牌应该也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品牌 我觉得他是搞这些猫腻 我是觉得我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 我觉得他这个就涉及到下价格欺诈了 但他这种的话都能涉及到一倍三的 之后 银泰客宿处理中心负责人做出了回应 现在首先我们先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们的错误是在于现在618加父亲节的时候 上架的时候我们的订单不管是图片还是页面 对我们的套餐具体内容没有做展示 而是直接以一个45813元的订单价展示出来一个套餐 是那个店家的问题还是你们银泰的问题 目前呢因为我们上班的具体记录需要通过技术去后台排查 暂时还没有定位出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 既然是我们银泰页面展示出去的 这个责任我觉得我们都是不可以避免的 杨盈介绍 订单没有标明套餐内容是工作疏忽 合肥银泰中心赏目专柜 前后说法不一应该也是工作疏忽 但他认为这件事不存在价格欺诈 如果说涉及价格欺诈 首先我们要存在欺诈的故意 其次就是我们在事实上对顾客是抱成了这个经济上的损失的 那么从目前的订单来看 首先我们不存在欺诈的一个故意 其次呢就是我们在发送物品之前 有跟顾客进行多次协商和沟通 告知我们的图片虽然只展示了一条裤子 但实际上我们的订单都会按照套餐的内容去发货 也就是说呢 他拍下来是45813元 他会包含总价值是47156元的两条裤子 两条皮带及两条领带 也就是说用户实际收获的价值是高于他的支付价值的 也就不存在他的经济损失 所以我们认定他是不构成欺诈的 我们可以给他的全部订单进行推广推广 并且感谢用户给我们反馈的问题 因为的确确这个页面的展示 我们是存在问题的 本着这种态度呢 我们可以给予顾客500元的一个客数券 作为一个反馈的奖励 记者把银态方面的说法反馈给了王先生 他表示不接受银态的处理方式 下一步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28黄金眼记者报道 1828黄金眼记者报道